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愿意来美国 他们听了明都要来美国的原因 而在这几十年里边 最根基的就是我们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们需要生老病死的 这一些基本条件的东西 被剥夺了 没有了之后 那我们知道的 我们可能运气好的这一批人 知道的讯息就是 这一批人如果他们肚子饿 可能是因为他们懒 可能是因为他们吸毒 可能是因为这些人他们自己不争气 而并非可以真正的像以前美国 他的根基里边要去照顾一些需要照顾的人 这些人是从哪里来呢 美国的制度里边制造出来的 美国的制度是怎么样呢 美国的制度就是他把有钱的人 资本主义的人可以能够推高他 你只要有钱 你只要有一个一百万一个两百万 你可以拿去投资 投资了之后你赚到的钱 你可以不付税 只要你达到他某一定的要求 1031 exchange 把这个房子变卖掉之后 短期之内买到一个更大的更好的 你可以不用付税 然后你再买一个再买一个再买一个 你可以一直都不用付这个税 但是你的经济已经往上面推了 你的钱已经不停的在增长 而谁来买单呢 在这个社会上面 他的这一个房子被炒高了两三倍的 这个价钱之后 都是要后面的一些辛苦的低等的阶层 或者是中低等阶层的这一些白领 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学汉钱做一辈子 夫妇两个人工作一辈子 能够来供了30年 供一套房子 供到他们六七十岁还没有供完 能够来留一套房子给他们的孩子 这个就是整个游戏规则 就是在这一个 所以说在美国 这些有钱的阶层 他们是被美国的这个体系 所支持的 为什么呢 只要有有钱的资本家 有有钱的这个投资商 有钱的这些地产商 他们愿意去做一个很大型的投资 然后去把这一些钱投放进去 来赚钱 这个地产的项目 或者是任何的这些草卖的项目 政府都是百分之百欢迎的 因为到最终都是有税收 而税收就是在这一些人身上面 可以最快速的可以拿得到 特别而且在美国官可以从商 商可以从官 所以这个就是跟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好像有一些国家他们官是不能从商 商人也不能当官 那这一个就是在美国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有一些的漏洞 到最终就是最底层的这些人 草根的这些人 他们要去买单 那买不了的单的话 这些人就会一直一直跌下去 草根阶层就可能会跌下去 变成了什么呢 因为他们资源越来越少 政府帮助越来越少 在这几十年里边政府给他们的这个观念 就是你们没有努力 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这个已经要cut了 我们的这一个 啊 education要cut 你们的这个medicare要cut 你们的这一些 啊各种各样的 啊老人啊补贴 或者是你们的这一些 啊EBT 或者是任何的 你们的小孩出生 各种各样的都没有了 啊以后以前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有很多的社工可以帮你小孩子去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些免费的午餐 现在通通都没有了 那谁来帮助这些人呢 那整个system已经改变了过来 很多人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推动到变成美国人今时今日的这个治安的问题 那我到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下关于呢我最近就是我我很多朋友呢都啊跟我聊天就说哎呃就治安很差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自己在华人里边那我今天我就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我们都一直在用的这个叫taser这个呢是合法的在家族里边呢只要他有黄色的啊那只要你戴在身上的时候是戴在身上的那里面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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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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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个呢就可以好上面你可以随时可以找得到上 可以买的到上面那这两把呢是我很多年了对精在身上面非常好的两把呢这两把可以说是在市面上面最好的 那今天我就介绍给大家一下那这一个呢就是taser pos 他每一次呢只能够打一枪出去 那这个呢是很适合女孩子啊 或者是方方便 那你就是拿在身上面的时候非常方便 那很多的警察都是在用的 这两把都是警察都在用的 那这一把呢大概是400块 那他已经包括了他那个子弹 还有他的一个电池 那电池的话 他必须要要固定的时间 你就要把它换掉 那这个电池就是这样 这个样子的 那你要固定时间 你要把它换掉 他这个电池不能充电 那你必须要再买一个新的 那我一般呢 我都会有一个贴子 就是贴在那边因为是安全 那你把它拨起来的时候 然后就会有一个laser 就有一点红色的 就对准 那它的距离只能够在15尺之内 可以就是发射 那这个是用来就是保护自己的 那这一把呢是非常好 叫TaserPose TaserPose 那大家可以上网就搜一下 那这一把呢 就是Taser 我忘了他的这个名称了 但是呢 他也是警察都在用的 警察也在用的 那这一把呢 他的好处是 他手感也非常好 他前面比较大的一点点 但是呢 他有两枪可以打出来 当你推上去也是有一点红点 你对准了之后 然后你可以发射 发射了第一枪 你可以按着他 他的电会电流一直输出去 直到你觉得认为自己安全 放手 那这两把呢 就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 都会带在身上面呢 也会教很多人呢 就是拿着用来保护自己 在美国 那我们在美国呢 很多东西都是要 用自己的方法 来去保护自己 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里边 那所以这一集呢 我们山上天地就跟大家聊天聊到这里 下一集同样时间跟大家见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